靜靜的蔡校長 李校長 莊校長 葉校長 這位老師 這位校長 副校長 還有這位華校的老師們 大家早上吉祥 非常感謝大家能夠來參與這四天的課程 有大家的參與這四天的英言才能夠成就 當然俗話說 有捨 有德 我們捨了幾天到海邊散步的機會 到了我們這個酒店裡面來共同學習 當然我們也會得到 德不孤 必有靈 還有這麼多有愛心的教育同道 大家一起學習 當然到海邊散步是美好的 是放鬆的 是吧 那請問大家你在海邊散步的時候 有沒有很多事情都想通了 有 哇 可能是開了小物了 但是呢 一個人去散步能開一點小物 一定是他對一些道理還是有基礎的 假如很多道理都不清楚 散步的時候只是暫時忘掉那些煩惱 是吧 四天之後呢 繼續煩惱 所以啊 這個放鬆是必要的 但是不一定能夠解決根本問題 根本問題呢 理得心才能安 不然呢 不然呢 我們去海邊 去山裡面呢 第一天 第二天睡覺愉快 到了最後一天呢 有點難過 我要回去上班呢 是吧 所以這個叫症狀解 這個不是根本解 我們能夠調整到什麼 調整到教書的時候 都是very happy的 enjoy的 是吧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的英文有一點進步 所以考慮事情啊 我們的考慮也呢 不能只想著眼前 反省了 別管了 其實事情啊 越少處理 越好處理啊 就跟身體一樣 身體有點小毛病啊 身體有點小毛病啊 趕快 這個高眠的中醫師一把夢 要到病 偷偷偷偷 再來調就很不容易啊 所以 身 心 家庭問題啊 包含團體問題 但是越早處理啊 越好啊 而處理事情能不能處理好啊 關鍵在我們有沒有智慧啊 不是說 不是說我每天處理那麼多事啊 我就 問題解決了 當我們沒有智慧的時候啊 那個越處理啊 越複雜 甚至於會延伸出 更多的問題出來 所以 其實啊 人生 學習啊 是重要的 但是學習的目的是什麼呢 學習的目的 假如是拿文品啊 那當他拿到文品的時候啊 可能他還是會有很多煩惱啊 我請教主委同道啊 大家觀察一下 是小學生 笑容比較燦爛啊 還是大學畢業生啊 小學生喔 好 那 這個大學生又學了十幾年喔 越學越笑不出來 你說這麼學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那孔子第一句話就說 學耳實習之 不亦樂乎 我當時候讀這一句的時候 我也打了一個問號 我覺得我越學越苦啊 學到我都不想吃 我真的是在高二的時候啊 學到我都感覺 有點疲乏啊 因為我現在想想啊 我像一個機器一樣啊 一直塞啊塞啊考試 塞啊塞啊考試 很苦悶耶 去看一場電影 或者去唱卡拉OK 抒發抒發 但是這個苦悶好像越吸越多了 吸到最後啊 不是很想讀書啊 所以我大學考的不是很好 所以 考大學考不好的 可能他有更多思考的問題 不要一看他成績不好就否定他了 結果還出現了一門科目 讓我很有興趣 雖然其他科目比較沒興趣啊 哪一個科目呢 三民主義 大家聽過三民主義嗎 我感覺 他第一篇就告訴我 要有思想 要有信仰 才會有力量 而且學這個東西啊 力量是從這裡出來的 所以我們剛剛 我們蔡校長也提到了 人文教育啊 可能比科技教育還重要 剛剛蔡校長的談話呢 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啊 我們要找到根本是什麽 假如我們不找到根本呢 那我們的教育變成 舌本逐末的教育了 變成 這個 本末顛倒了 本末道志 古人在大學裡面講了一句話 知所先後 得見道義 物有本末 事有忠實 這個本末一顛倒了 你縱使花了很多時間 最後結果不理想 我們思考一下 哪一代的父母老師 花最多時間教小孩 這是我們這一兩代了 哪一代的效果最不好 哇 有一個詞叫投資報酬力啊 算一下 算一下 值得思考的 時候到了 這四天就是我們好好思考的關鍵點 我們把它想通了 我們本有的智慧啊 慢慢就開出來了 智慧一開出來啊 你見到一切人事物啊 你都得到生命的指示 哇 比方說 我們一看到唱谷歌 我們的悟性起作用了 你看我一天 多少行業在服務我啊 沒有警察 沒有軍隊 國家沒有辦法安定啊 我怎麼可以在這裡吃香的喝辣的呢 你們好像沒什麼反應啊 今天早上吃得不好嗎 是吧 古人說啊 一日之所需啊 百公司違背啊 你一天 多少行業服務自己 我告訴大家 你今天來坐在這裡啊 就只十個行業啊 從你睜開眼睛要按電燈啊 是吧 你蓋的被子也是人家製作的啊 你 站下來你穿著拖鞋 飯店的拖鞋也是人家製造的啊 你走路 牙膏要不要人家製作 牙刷 自來槌 又不是一開就自己來了 你看 通通都是 各行各業 所以為什麼我們 華人的文化裡面 特別講到國家恩 這個國家恩它廣義的就是 我們受那麼多的照顧啊 我們怎麼回報 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啊 你看有悟性好不好 哇一唱國歌 正能量充滿啊 不用去洗SPA 那個花錢不便宜啊 是吧 你看這個免費的 身心的SPA 你感恩心一起來啊 心是清涼的 又看到國旗 有月亮 日月無詩代 天無詩覆 地無詩代 日月無詩照 我的心要跟日月學習 你看看到國旗會不會長智慧啊 你看還有心心 心心了解我的心 我也要了解學生的心 你看孔老夫子 有沒有什麼體會 我看你們沒反應啊 看到孔老夫子 應該會有所感受吧 還是突然就感覺 一看到孔老夫子 我就頭大 每一次子曰子曰 我就頭大 那是因為我們產生了 念頭裡面產生障礙了 我也曾經子曰子曰就頭大 但是聽了我的師長 孔老教授啊 他的教委啊 哇這五千年的寶啊 我們不能把它放到 垃圾桶裡面去啊 哇好像被敲醒了 你看心靜一轉啊 再打開子曰子曰 本來是頭大 突然變得很親切了 我體會到障礙不在外面 障礙在我的念頭 我有點開小物吧 你們要給我一點鼓勵啊 學生開一點小物的時候 你給他鼓勵了 他越來越進步了 越來越有信心了 好我的時間到了 我們這幾天再慢慢聊 好謝謝大家 好有怕 好 toe 好 好 我一定是在拍攝 我終結束了 我們要給你一下 好 同喔